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本期呢 要介紹了這個小區的名字叫做 綠萬海景 綠萬海景 它在 它在那個古浪 廈門古浪灣酒店對面 那我現在呢 所屬在 是不見得廈門市海昌區 這邊 那我們現在 準備去那個 綠萬海景 綠萬海景 那個小區去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呢 是那個 這個 賓湖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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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湖冰東路 賓湖東路 賓湖東路 這個公交站呢 這什麼公交站 這個公交站是 旭日海灣站 旭日海灣站 那 給大家說一下啊 也是特色吧 也是廈門特色 你看啊 這裡啊 看到沒有 這裡 這裡是公交站吧 是吧 這裡是公交站 但是 他們 公交車是絕對絕對是不會開進來的 公交車 是絕對絕對是不會開進來這裡面的 只能在外面停 只有在外面 就是 在馬路 就是隔著柵欄停 因為外面比較 這裡面比較擠吧 他進來的話 他就覺得 不方便 速度不快 是不是 就相當於 電動車 電動車呢 要走飛機動車道 但是飛機動車道都是人 擠得要死 擠得要死怎麼辦呢 那只能去飛機動車道 你看 你看 我說的沒錯吧 然後 會停下來 停了 這條是 我們現在準備 走 走過去呢 這條路呢 這條路呢 是叫倉林東山路 那 他那個 綠望海景小區 綠望海景小區呢 是在 呃 是在 古爛灣 古爛灣 酒店對面 你不要拿鐵網 來 旁邊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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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幫你 從這裡 昌林冬山路 昌林 昌林冬山路 是 我看你了 你那些火呢 火呢不来也没有声音 好,這邊你看,古浪灣酒店 古浪灣 古浪灣酒店,不是古浪魚酒店,古浪灣酒店 古浪魚是在島,是在島內那邊 那我們現在在海昌區 這應該是酒店的路口 酒店的路口,然後正對面那就是綠望海景 山洞,山洞在哪裡 山洞 這裡 這裡面就是綠望海景 綠望 綠望海景 小區 這裡進來有一棵 大龍樹,進來有一棵大龍樹 我是從 從這個門進來的 從這個 古浪灣酒店這個正對門進來的 我們走一走 現在是中午嘛,所以說 誰願意出來走 中午 大中午 這個是三號樓是嗎 三號樓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有來過,但是忘了 廈門大大小小的那個 小區特別多 小區 看一下這個 水 水 熱水 A套餐 B套餐 要看得清楚嗎 A套餐 B套餐 充值多少 900塊錢 1800元 450桶 每桶 2塊錢 4元一次 刷卡4元一次 水 水要不好的話 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請問一下三號樓在哪裡 這一棟 這一棟是嗎 好 可以 3個 海外 2個 河 水 海外 水 泡泡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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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輸入電話號碼的 是這邊嗎 拜拜 感謝你啊 不客氣不客氣 感謝慢走 這是立望海景 家人不錯 這裡有個學校啊 特別好看 另外海景這邊有個學校 這天星島學校 天星島學校 哇 天星島學校 這是田徑場 籃球場 綠毛 天星島這邊還不錯 從總點 現在我們準備下去 就是一梯幾個戶啊 估計一梯四戶嘛 一梯四戶 一梯四戶 然後中間一梯四戶 然後中間再一個這種 這種採光是比較好的 那個走廊 運 vampire 一梯四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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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過去 這個呢如果有貼這個的話 證明 在哪個房間在裝修 裝修 房間在裝修 我們下去 現在就在外面 掃一下 不要理解 皇室 餃車 要摘 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绿湾海景40号 再让一下绿湾海景吧 然后那边那边就是我刚进门的地方就是那个啊 古浪湾酒店那边就古浪湾酒店 这个是三号楼吗 是那边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四十号楼 哦四十号楼 四十号升号楼 你在这边 这边 这边是那个 地下停舍场 地下停舍场 那边就是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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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的 现在是 但是 这边是 那边是 那边是 坐在这个小小本凳上面 坐在这小本凳上面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面 从这个出来 然后这一栋就是三号楼了 感觉好安静啊 特别安静 但是上面有飞机经过 我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有了飞机的声音 不行不行不行 我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这不行不行 我选我选地方不会选到飞机下面 除非价格比较便宜 以前觉得看到飞机挺新奇的 现在感觉到飞机只是交通工具 只是为人服务的一种交通工具 那我们现在绿湾海景的那个这个小区 那我们就拍摄到这里了 那我们来出去 今天9月4号 9月4号 7月4号 我一样 我一样 灭机 3号楼啊 10号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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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心急小区 然後對面就是那個湖南灣酒店 周圍走一下 綠萬海景 海上區的 我現在呢 就是在他的那個 剛剛是進去 現在是在周邊走一下吧 因為他周邊也有學校 天星島小學 也不錯 但是人上的幾天 天星島小學 那就另當別論 挺涼快的 這裡 這邊有個湖吧 有個湖看一下 這湖的水質好像很好 這水質 看起來這水質很好 這水質比較好 這水質比較好 這個湖叫什麼湖啊 天星島湖 不會吧 應該就是名海嘗人工湖 海嘗人工湖是嗎 感覺這個水質不錯 這個水質 這個原來是自己人工湖的 硬挖出來 硬挖出來的 是吧 那一邊還水淨 一邊是水淨 這有些島內的都沒這麼好 對啊 海嘗人工湖 海嘗是一個不錯的居住的地方 啊 居住環境比較好 三個區吧 裡面是 啊 海嘗是三四個區裡面最好的一個區 啊 居住的 居住的是吧 啊 這是硬挖出來的 這是硬挖出來的 这人工湖硬挖出来的 这里好凉快 他居住的不错 这人工湖啊 感觉水质不错 但是这里有飞机啊 不喜欢飞机 不喜欢飞机 从上面走出去 又一架飞机 这里面就是海院新井 绿苑海井 这里面就是绿苑海井 这别人在这里 好 好 前面,前面就是入海口,入海口,入進來 所以我說怎麼水質怎麼這麼好呢 拍頭之處 有這個壺了以後,有這個壺,人工壺以後 這裡面的氣溫明顯的就是比外面更宜人更舒適 舒適 舒適 谢谢 等待會兒 那我们对面这个呢 对面 对面这几栋呢 就是那个 泰地海溪中心 泰地海溪中心 这几栋都是泰地海溪中心 泰是泰国的泰 地方的地 海溪中心 我们接着 这边上再闹一下 然后这些这几栋呢 这几栋 这几栋是中郡海岸 中郡海岸 已经不是那个 那个绿万海景 这几栋是中郡海岸 这几栋 那我们实际在边上 逛一下吧 在周边逛一下 主要是介绍绿万海景 周边 绿万海景小区周边的 好 这个有个招牌 停车场工艺 海昌湾公园往前走 海昌湾公园往前走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在哪里呢 绿万海景在这边 绿万海景在这边 我们现在在这里吧 绿万海景在这边 然后我鼓浪 鼓浪湾酒店在这里 然后我们从这里走进来 然后从这里走进来嘛 然后走一下这个 看一下绿万海景 然后从这里走走走 走到这里 然后海景 海景湖看 走到这边 我们现在走到这边 然后边上有什么呢 这些是CBD 然后这是东湖 我们前面这条湖 前面这个湖是没名字的 然后拐过去那边是叫东湖 拐过去那边是东湖 然后东湖还有北湖行政中心 阿罗海商业广场 离这个就比较远的 离这个绿万星城 离我这里就比较远 对 然后天湖城天园 天湖城天园 天湖城天园 海商体育中心 宇宙尊海 中境天风 信息馆 东南海运 东南 东南航运中心 嗯 行 整块就是这样 好 我们前面这 这个 这条路呢 是海昌大道 前面这条路 我刚刚是拍摄的是这间 刚刚走过来的 好 那本期的那个绿万海景呢 就是福建省厦门市海昌区绿万海景 这个周边的 以及小区环境 那就拍摄到这里了 那感谢大家 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分享一些 厦门的街景路况 以及小区的环境 周边环境 感谢大家 现在目前为止是分享厦门的 那个周边环境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里是海昌大道